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这视频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我 17年的第一支空瓶剂 大约是从我年初开始攒的 攒了挺多东西的 这视频一定会很长 我也不说可能了 我尽量精简的和快速的介绍这些产品 那希望大家耐心的看下去 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呢先说两个蜡烛 第一个蜡烛呢是这个Yanky Candle的 这个没贵味的蜡烛 我个人很喜欢这已经是我回购的一个蜡烛了 它的扩香能力还不错 然后味道是我喜欢的那种花香 它不是那种很甜很腻的花香 是比较清新的那种花香 我把点上它呢 我男朋友也是觉得不是特别难闻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个男女都市仪的一个花香的话 我可以推荐你来试试这个味道 毕竟它不甜 不是那种男生特别讨厌的那种味道 然后第二个蜡烛呢 没有牌子 这个蜡烛应该是我在那个就那种家居饰品店里买的那种 也不贵就一欧左右 然后它也是花香的 然后但是这个花香就有一点点腻的那种感觉 就不如这个Yanky Candle的这个味道好闻 然后开始说一些面部清洁类的产品 首先呢要说的就是这个欧莱雅的眼唇卸妆液 这个欧莱雅眼唇卸妆液是我的常态回购款 这也是我2016的年度爱用品 这些空瓶机里边会有很多我的2016年度爱用的东西 因为三个月过去了 东西肯定都用完了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我那支视频翻来看 这个眼唇卸妆液我就是和理肤全来混搭着用 淡妆时候用它卸 浓妆时候用理肤全卸 然后用一个卸妆油呢是Mac的这个卸妆油 我个人很喜欢这款卸妆油 我也已经回购了 它真的是卸得很干净 而且很清爽不油腻也不会知道 那这也是我的年度爱用品 大家具体的请看年度爱用品那支视频 那接下来呢一支是沉间洁面 这个是雅样的一支沉间洁面 这个沉间洁面呢 它洗完以后脸不紧绷 然后有点滑滑的 但不是那种假滑感 然后它是自己可以打出泡沫的那种 瓶子哈 价格也不贵 百元左右 我觉得价格蛮合理的 所以我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回购的 它总体的使用感给我来说 就没有什么我很反感的地方 然后是一个AOKA的这个沉间洁面 这也是年度爱用品啊 我个人觉得它和那个 自然哲理的那个三合一洁面很像 所以我就用它当作它的评价替代品 一直在用做沉间洁面 有姑娘问过我这个洁面去哪里买 我一开始在这儿Markov买的 它Markov是一个我们这里的超市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 后来我在去Markov的时候就没有了 没有呢我后来就从亚马逊上买 我之前买两罐回家囤货 因为平常买不到挺麻烦的 然后说两个化妆水的产品啊 第一个是交易室的这个黄水啊 这个水我很不喜欢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小瓶子装的 我都没有用完 大家都说很喜欢它的味道 但我真的不喜欢它的味道啊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然后呢就是我把它用作二次清洁水嘛 清洁效果勉勉强强OK 它里边肯定是有色素的 因为我把它倒在那个化妆棉上 我根本看不出来是我脸上擦出了 擦下来的东西呢 还是它这个水的颜色 如果我只是需要单纯那个二次清洁水 我买一个平价版的 开价的就可以了 没必要去买一个装柜版的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保湿力很不够 我再也不会回购它了 接下来呢是一个Kios的这个 精华水 这个精华水它里边应该是有 鸳尾花还是鸳尾草还是什么的 一个植物的提取物啊 它主打的说是抗氧化 我也没有指望一个水能给我给一个抗氧化的效果啊 它的这个水的质地呢是特别浓稠的那种质地 就是特别明显的那种精华水的质地啊 它保湿效果特别好 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一点是 它里边是有酒精的 如果你对酒精过敏 或者是你对酒精这个产品很不感冒的话 你就不要用它了 我个人觉得平常偶尔的用用带酒精类的产品也无所谓了 就当给皮肤镇静消炎一下嘛 对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哈 如果你们觉得今天这个视频的光线有变化的话 是因为外面的天气今天云很多 就忽阴忽晴的 所以大家就见谅这个光线的问题哈 然后是三个精华类的产品 首先要说的就是赫莲娜的这个VC的精华 这也是我年度爱用品 我个人很喜欢这款精华 它用完以后效果的确是很明显的 但是缺点就是它由于硅杆很严重 因为它是硅包VC的科技嘛 但我觉得还可以 我是能接受的 对 鉴于它的好用程度 我可以接受它的这个质地啊 呃 然后就是如果我以后 呃 金钱比较充足的话 我还是会回购这款精华的 然后是AHA的一个精华 这个是夜间精华 我查中文是 它应该是什么抗皱精华哈 它这个精华很奇怪 就是呃 我如果单用它的话 它虽然有一点点油 但是过一会儿它是可以吸收的 但是如果我和其他的精华一块擦的话 它就吸收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它的这个精华的分子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嗯 我猜的啊 这样的 所以我以后应该也是不会再回购这款精华了 然后最后一个是 倩碧的护肤油 这个护肤油也是年度爱用品里介绍过的啊 呃 它也是主打抗氧化的 呃 虽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确定 它有没有抗氧化作用 因为一是我用的量比较少 因为我皮肤比较偏油嘛 用的量比较少 二呢 就是因为我基本上全线的晚间护肤品 都主打抗氧化 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它而抗的氧化啊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它的滋润度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皮肤偏干 预算有限的话 我挺推荐它的 我是早晨用一滴 晚上用三滴的话 我用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那它呃 呃 四百左右的价格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介绍几样这个面霜类的产品 首先第一个是李肤全的这个Matte乳 这个Matte乳我个人很不喜欢啊 我觉得它有在我脸上有搓泥的嫌疑 我不确定 然后其次呢 我要说的就是 它这个乳液在我脸上的保湿力度是不够的 就是我的皮肤虽然是比较容易出油 但是因为角质层比较薄的原因 所以它的锁水能力不是特别够 那我就需要我的面乳来加强我的保湿 但它的保湿 给我的保湿力完全是不够的 所以我之后应该是不会再回过这款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Bobby Brown他们家的 这个维他命E的这个面霜 这个面霜我买的时候 桂姐跟我说 它是既可以当妆前又可以当面霜的款产品 我就把它当作我成间的面霜 然后我用它的的确是很滋润 但是它的质地是比较厚的 而且它上脸以后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油 只有一点点的小油腻哈 哦 还有再说一句 就是我把它当作面霜期间呢 完全没有说是暴痘啊 什么焖痘这种嫌疑 我会觉得脸很闷哈 接下来呢 就是说这个 雅诗兰黛的这个金皮面霜 它应该是 据我了解是主打全方位 初级抗老的给亲熟灵机用的哈 给我的感觉它的滋润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它里面是很有硅的 如果你对硅这个产品不感冒它 就不要试它了哈 它的抗老效果在我脸上 也没有什么太大体现 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不高 所以我以后如果打折力度很大的话 我可能会回购它 打折力度不大的话就不会回购了 接下来呢 是两个Lamia的乳液 一个是这个比较滋润的版本 一个是这个无油的版本 这两个乳液我都很喜欢 这个无油版本呢 我是在夏天用 然后这个滋润版呢 我是在春秋用啊 这两个版本呢 我没有觉得 它和那个Salt Cream有什么区别 尤其是这一个滋润版的 这个压泵式的就比较干净卫生一点 然后Lamia他们家的乳液呢 就是修复效果真的很强大 在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 用上它以后也很舒服 然后保湿滋润度是绝对够的 我最近没有回购呢 是因为 我的确用他们家这个产品挺多了 所以有一点点腻吧 但以后我觉得我还是会回购的 毕竟皮肤可能偶尔有个小不稳定什么的 用它还是蛮舒服的哈 然后接下来呢 一个是擦脖子用的 是我买的Balea他们家的淡斑精华乳 这个是我用作擦脖子 想美白就不让我的脖子和我的脸的肤色相差太多 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点点效果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是能感觉出来有一丢丢效果啊 但是有妹子跟我说它又没效果 所以这应该也是因人而异吧 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你如果比如说身体想美白的话 也是可以买来尝试一下的哈 嗯 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这一款精华乳 它是会搓泥的 所以我把它用在脖子上 只要你不是揉你的脖子啊 就没有关系的 接下来呢 是几个这个防晒类的产品 第一个是卡尼尔他们家的防晒 这个防晒应该是去年的一个新品 但是我觉得这个防晒不是很好用啊 得到我真正的用够量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它的确是还是会搓泥 还是会泛白 而且还有一丢丢的拔干 所以我个人不喜欢 我以后也不会再回购了 我本来本意是想给大家找一款 就是要评价一点的防晒乳 但是它表现我失望 然后接下来呢 一个也是不好用的 是这个李福全的一个30倍的 它应该是淡斑的一个这么一个乳 SPF30的 我其实想把它当作一个防晒霜来用 因为它里边的质地是这种 就类似于防晒的一个质地 而且还是比较轻薄的一个乳一啊 但是它用够量的话 是会搓泥的 你不和别产品搭 它也会搓泥的 所以没办法啦 嗯 而且我这个也没用完 因为我放在那里挺长时间的 我觉得估计也没什么太大的防晒效果了 我就认了 然后接下来一个是Kiehl's他们家的防晒 这个防晒我还蛮推荐的啊 这个这款防晒是很多干皮的菜 但是我作为一个混油皮 当然现在往混干变了哈 我作为一个混油皮呢 也蛮喜欢它的 就是在秋冬用它的就挺好 它的滋润度很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会拔干 嗯 所以这款防晒呢 如果之后我再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防晒选择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再回购的 然后接下来呢 说一个款我年度爱用的就是 这个戴科的这个防晒 这个防晒我觉得好好用啊 不泛白不拔干 但是它刚上脸是会有稍稍的一些油腻的 成膜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我觉得它和底妆搭配简直很完美啊 我觉得这颗防晒价格既不贵 然后效果也这么好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几个身体类的产品哈 嗯 是首先说的这个是 Rituals他们家的这个身体沐浴 就泡沫的沐浴 它这个产品的使用感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洗完以后也不干 也没有那种假滑的感觉 就身体觉得保湿度还可以 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它挤出来 首先先是液状的 然后你把它均匀地分布在身上以后 它才会变成这个泡沫状的哈 它不像是这个 这个我也不确定它是什么牌子啊 我都不确定它是什么牌子 这只是我在DM随手抓的一个 它这个直接打出来就是泡沫 这两个产品的使用感都很像 用完以后身体都是很保湿的那种感觉的 但是我觉得它更方便一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产品他们有个缺点 就是它里边还有一点点 但是实在是挤不出来了 很奇怪啊 嗯 所以有一点点浪费 然后还有一个Rachios的沐浴 就是这个 它是白罐的 就是这些Rachios的沐浴呢 都是我前期用的 嗯 之后呢 我发现了这种可以直接打泡的这种沐浴呢 我就没有再买Rachios他们家的这种沐浴了 然后是两个身体磨砂类的产品 首先是一个Balea他们家的这个 死海盐的一个身体这个磨砂 它里边的盐的颗粒特别大 磨得你的身体特别疼 嗯 它里边 而且是那种盐泡在油里头那种 就你洗完以后身上特别油 就连身体乳都不用抹的那种啊 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Labattie Shop他们家的这个桃子味的这个磨砂膏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好玩啊 就一个大大的水蜜桃的感觉啊 它这个磨砂膏的颗粒是比较细 比较密的那种颗粒啊 就感觉你轻轻的搓一搓 就可以把身体的角质去掉 而且不会特别疼 没有拉皮肤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个身体磨砂膏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两个身体护理类的产品 首先说先说这个小初局的这个护手霜 也是那样多爱用品啊 我已经不再多说了 这个护手霜我已经推荐过很多很多次了 我个人很喜欢 也一直在回购 然后呢说这个身体乳是多芬他们家的这个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我应该在之前的一个购物视频里出现过啊 这个味道呢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多芬他们家就是差不多的味道吧 就是那种人工奶精的味道 然后呢 它的滋润度呢一般般真的很一般 我建议在夏天使用啊 冬天肯定是不够的 而且呢它这个有个问题就是 我用到后面的时候 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 它就会水油分离 你就一定要这样摇一摇 把它摇匀了才能继续涂 要不然你一倒出来的就是水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挺不好的啊 而且我很确定我在用它的期间是完全没有过期的啊 对 所以这个产品呢我也不太推荐大家去购买 还有一支护手霜呢 是这个欧书丹的这个护手霜 这个护手霜我超级不喜欢 它应该是一个花香味的 哇 这个花香好呛好呛 有一次我用它简直被呛到我都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 这个这么小一罐我都没有用完 可想而知我有多不喜欢它 我用完它以后手都会倒拔干的 我觉得自然都很一般不好 这个洗发呢是一个德国的有机品牌的洗发 它这个就是主打很温和的那种可以天天用的一个洗发 嗯 它是不含规的 让我买它主要是这个味道 哇 这个味道就不是那种香精的那种苹果的味道 它真的就是那种苹果干那种酸酸的青苹果的味道 真的很好闻 这个味道真的让我觉得超级天然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它这个洗发产品呢是起泡力并不是很强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那种强劲的那种去清洁头皮那种产品的话 它肯定是不合适的 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天天洗头的人 或者说是你的头发并不是很油那种的话 用它我觉得是OK的 然后是四个合美瞳啊 嗯 这个呢是那个Fairy他们那个粉色的那个 我觉得Fairy家的影线就是呢 比较硬 嗯 厚度比较厚 所以如果你眼睛很敏感的话 我不建议用这个 因为你戴上可能会觉得太厚了 而缺氧导致很难受 而且它的那个保湿度也不是特别好 我差不多用可能是个六七个小时左右就觉得眼干了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然后这个眼睛就这个 就这个眼睛就那个小环的那个哈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它的薄度还是蛮好的 然后我用上它以后呢也不会感觉眼睛特别缺氧的厉害 最主要的是我用它呢可以维持八个小时以上的这个时间 啊 马上就说到最后一类产品呢 就是面膜 首先说一个清洁面膜啊 是这个Glam Glow他们家的这个白泥 嗯我个人很喜欢他们家的清洁面膜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哎 嗯 之前呢我也是我的年度爱用品啊 我也在那个年度爱用品里告诉了大家使用方法 然后呢就是眼膜类的产品啊 首先说这个这是Glam Glow他们家那个眼膜 就是它是那种凝胶的眼膜 就它没什么液体啊 敷在眼睛上你也感觉不出来 呃有什么吸收不吸收的感觉 反正就敷上它以后 我就我觉得作为沉间一个消沉的眼膜蛮好 就凉凉的还挺舒服的 然后是两个我的常态款 就是Shevenz他们家的这个眼膜 我现在只剩两份 因为我很多东西用完直接扔掉了哈 这个眼膜我都不知道我以后应不应该说 因为真的就每一支空瓶镜里边都有它们 我又觉得是不是 说的大家是不是会有烦的感觉啊 但是我又怕新来的妹子她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很纠结这个事情 然后就是OLE他们家的一个面膜 我用了三个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水感透白光速钻纹弹力面膜 我用了三片 他们家的面膜很奇怪 就是别的面膜会在鼻子这块专门裁剪 不管你是裁剪大还是裁剪小 都会裁剪 但是他家的面膜很奇怪 只给你留一个细缝 就感觉给你留个出气的口 因为他那个面膜鼻子这一块和脸这一块是一体的嘛 所以你鼻子的这个鼻翼的这里 肯定是扶不住的 你这样即使塞进去了 一会儿它也会拉出来的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看看它什么美白效果 因为我没有连着用 而且我们家的灯是黄灯晚上 我只晚上用面膜哈 我实在看不上什么美白效果 但是它的保湿度还是可以的 就你双十一码也挺划算的 当个纯保湿面膜我觉得也OK的 然后还有他们家一个新 新生素颜修纹弹力面膜 就是个红带子的感觉更高级一点的感觉哈 但是没有感觉出来任何感觉啊 我依然觉得还是保湿度OK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就没有感觉了 然后呢是两个这个Doktor Wood的这个保湿面膜啊 它叫玻尿酸保湿微导面膜 这个面膜我觉得它保湿力度很好 它的纸是比较薄的那种 然后很贴膚 用完以后呢 你就感觉你真的皮肤是喝饱水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它里边的精华液全部进到了你的这个皮肤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膜还是挺值得购买的 如果再有活动的话 我依然还是会囤货的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不错 好下面呢我要介绍的这些东西呢 是一些韩国的面膜 那我之前的所有的空瓶呢都已经说完了 你如果对韩国这些面膜现在比较不感冒的话 那你就可以关掉这支视频了 那如果你觉得听业无妨的话 那你可以继续看哈 那我要说的就是 我肯定是要支持国家 我肯定是爱国的 每个人都肯定爱国嘛 但是我要说 这些面膜都是我在之前买的 我并不知道会出这些事情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现在已经把它买了 那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还是要用掉的 我总不能说 把我这些东西都扔掉 那样的话就是属于浪费 我觉得这也属于不理智的爱国吧 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嘛 对吧 好 那我先说 那我尽量的简短的说哈 那首先呢要说的就是 这个美迪霍尔的这个胶原蛋白的面膜 这个胶原蛋白面膜 它的保持效果还是蛮不错 但是补充胶原蛋白这个事情 我还是真没看出来哈 这个水光珍他们家这个樱花款哈 它是一个面部精华 一个眼霜和一个 这个面膜哈 我觉得 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 来说是美白啊什么的效果 但我觉得它是个组合蛮好的 总比 我觉得比那个精华和 洁面的那个组合要好 因为洁面肯定人人都有嘛 但你敷面膜的时候 最好还是敷个眼霜 我觉得还蛮好的哈 然后接下来是月诗风云 他们家的这个 绿茶的这么一个面膜 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面膜 它是主大保湿的 它里面的精华液真的很稀 然后保湿效果完全完全没有 纸张呢也是比较僵硬的那种纸张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比如推荐大家购买 美迪霍尔的他们家的这个DNA这个面膜 它这个面膜呢 是在嘴上有一块多出来的 可以当做纯莫夫的哈 它的里面的精华液呢 是那种类似于乳液状的那种质地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它的保湿效果还是蛮好的 而且我当初就之前 我之前是囤了很多片这块面膜的 就可以可见是 我当初有多么喜欢这个面膜啊 然后是这个月诗风云的 这个保湿光彩大米的这么一个面膜 它这个里面的精华液呢 就要比较那个绵重很多 然后是乳白色的这么精华液 保湿效果也比那个好很多 但是它的相对来说 它的油肺也更重一点哈 所以就看个人选择了吧 不算一个差的面膜 但是没有我网上说的那么好用吧 我并没有感觉到 它比其他的保湿跟面膜 好到哪里去 对 它也就是很普通的一般的保湿效果 可能因为它是给敏感气用的 而我的脸并不是很敏感 好那空明剂都已经说完了 我现在说的是口干舌燥了 嗓子真的很疼哈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空明剂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